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实际上 年庚瑶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般光明正大的嚣张跋扈 毕竟倘若生在古代光明正大嚣张跋扈那个样子 估计是直接当庭仗毙了 夸张的故事情节往往会为了凸显一个人的特质 虽然对于雍正这一情节有些夸张 但实际上的雍正也真的是一重用人才之人 雍正当朝期间是唯一没有假期的朝代 可以说跟着雍正的臣子都是走全情的 但跟着雍正的臣子也都是有些传奇色彩的 就比如历经三朝的阿克敦 倘若说别人的一生平淡如水 那他的一生可真是惊涛骇浪了 由高出身走到死囚 最后竟也能逆袭成一代名臣 兼牢里的可用之臣 清朝因为满汉骑士的原因 大部分身居高位的都是满人 但我们知道满人的数量是一定的 其中的人才更是较为稀少 所以伴随着整个清朝一直拥有的问题就是人才应用 当时汉人为官只能靠科举 但也因为满清子弟大多可以依照军功兑换 并且是具有世袭程度的 所以可供他们选择的官职少之又少 当时的朝廷可谓是挤满了八七子弟 但我们知道 八七子弟高出身 往往还保留了一些满人的生活习惯 倘若真论起真才实学 却依旧略微逊色的 康熙去世之后 留给雍正的 可并不是一个好淡的起来的摊子 偏偏雍正在位之期 还赶上了灾年 那时的北部地区 西北一直暂时不断 山东地区又遇到蝗灾 南部又有水灾 这让本就无人可用的雍正 更加陷入了一种为难的境地 或许有人问起雍正 不是一直有自己信赖的十三弟 还有著名的李卫吗 或许真是上天故意想放阿克敦一条生路 天天赶上天灾人祸的时候 这两个人一个病重 一个回去替母亲守孝了 以至于原本生前就没什么人可用的雍正 变得更无人可用了 现在雍正身边 还有谁呢 还有张廷玉和蒋廷熙 但这两人都是用来重点管理中书朝廷的 轻易不可随便放出他俩有更重大的活要做的 眼下还真的就没有人派遣了 雍正一时忧思难律 找来了张廷玉 张廷玉倒也是直言不讳 直接开口说道 陛下还是有可用之人的 雍正听到我自己 还有可用之人 当然是要接着这话继续说下去了 但是紧接着张廷玉的下一句话 让他恍然大悟 那个可用之人 原来是他啊 张廷玉直言 可用之人就在死牢里 那便是梁广总督阿克敦 出身名门 奸人所害 说起这个阿克敦 此人这儿八经的八旗子弟满洲正兰旗出身 他这个出身就注定了 生下来就有官作 但与寻常人不同 他并没有走计划好的老路 反而是与汉人一起参加科举 最终入朝为官 一个八旗子弟本身就高出身 还能获得科举第六名的优秀成绩 所以 康熙对他是格外欣赏的 他未来的事业之路也是一片光明 他从汉林院走到国子建 一路成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负责人 顺遂的前半生也注定了此人刚强的性格 雍正四年 他入狱前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任梁广总督丹广州将军 去任之后 他依旧是按着原来的治理思路往下走 可他忽略一件事情 正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所以远离朝廷的地区 往往并不是那么受控 他们有自己另一份的独特生存之道 阿克敦一如往常一般 弹劾那些有问题的官员 一时间刚上任的梁广总督 改变了梁广地区原有的政治结构 也因此 阿克敦被人怀恨在心 梁广地区其他官员联名上报 就这样 原本亲政连接的官员一脚踩进陷阱里 竟然被押进死牢 预备秋后问斩 逆天改命 再创辉煌 原本看起来没有活路的人 最终却因为张廷玉的一句话 重新走了出来 但真的仅仅只是张廷玉一句话 就改变的格局吗? 当然不是 阿克敦原本就是正义之人 在位期间也是做下不少时事的 我们知道 雍正此人还是重视人才的 此时有个借口可以把阿克敦放出来 继续为自己所用 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江南大水 大家都有目共睹 而阿克敦 又是一个做时事的人 雍正这个时候 把他放出来 让他去江南 大家是毫无意义的 毕竟江南的水患的确棘手 倘若谁都说一句 生怕雍正顺着台阶 直接让那人去了江南 到时候 反而是自己的一个大麻烦 就这样 阿克敦领了自己的新任命 开始自己围观仕途上的新征程 跟水患打交道 阿克敦就可以不用去管朝堂上的弯弯绕绕 他一心全扑在治理水患之上 雍正也会时常过来看他 每次雍正过来之时 他都是棚头垢面 甚至脚底还踩着泥 也只能说 幸亏他遇到的是雍正 雍正这个人 脾气比他老子好 能力比他儿子强 所以 阿克敦在雍正在位期间 也是发挥了自己最大的能力 他亲自去勘察地形 计算相关数据 更是将淤泥往后的去处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生怕有一丁点差池 辜负了这份信任 这些雍正都是看在眼里的 高标准的任务完成 顺利帮助阿克敦重回属于自己的职场 雍正对于此人更是格外的重用 雍正深知此人心眼不多 在这朝堂之上稍不留神 就进入一个坑里 自己可没那么多闲情意志 再去唠榻 所以 阿克敦在雍正在位期间 除了治理水患之外 另一个作用就是负责外交 除此之外 朝堂上相关格局的变化 他不需要管理 由死刑犯一跃而上 变成朝廷的重臣 这是阿格敦自己兢兢业业最好的结果 原本的园区也伴随着再次的重用 一笔勾销 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得到了赏识 但最终也把他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毕竟像雍正这样好脾气 还有能力的皇帝 是真的不多了 刚直性格 光感司令 雍正死后 这位贤臣自然也是到了乾隆的手里 虽然都说康乾盛世 但实际上乾隆也只是作为一个末端结束的代名词存在一下 倘若真的论其实际 他真的比不上自己的父亲 而且 乾隆这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特别善于自夸 不太愿意听别人说话 简单点说 你可以说 他可以指责他 他会听 但是他不喜欢 他更喜欢谁呢 和珅这一类的 愿意捧着他的人 但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下 历史上的和珅 也并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般 历史上的和珅 的确是有自己能力的 阿克敦进入了乾隆期 也是继续保持着自己之前的状态 但是乾隆哪有那么多好脾气让着他 阿克敦针对于乾隆的行为 多次上书劝告 甚至是在朝堂之上直言不讳 惹得乾隆十分生气 两次将他打入天牢 处于死刑 但总归乾隆还是没狠下那份心 又放了他一条生路 可是阿克敦是谁啊 耿直得不行的人 他完全不在乎自己已经被处以了两次死刑 继续我行我素 依旧直言不讳 终于 一次在朝堂之上的再次冒犯 让乾隆彻底受不了了 乾隆撤了他其他的相关职务 只留下了一个代理刑部尚书的身份 准确地说是把他有实权的所有官职都撤掉了 让他处于半架空的状态 再也无法向自己敬言 乾隆把他扒成了光感司令 换得自己几日清静 阿克敦伴随着自己的一再降职 最终算是彻底结束了自己的职场生涯 倘若说 阿克敦是一个优秀臣子 好像也并不完全是他是一个绝对自我的人 甚至有时自我起来不管不顾 有人觉得他是不怕死 但实际上他是不知者无畏 因为接二连三的死里逃生 所以他才会觉得自己不会死 阿克敦能拥有这般波澜起伏的人生 其实说到底 还是因为和他羁绊最深的那位皇帝 雍正 虽然我们常说 阿克敦经历了三位皇帝 贯穿了康乾盛事 但实际上康熙在位时 他虽然受到重用 但权力巅峰依旧是雍正给他的 乾隆在位期间 他虽然也有一定权力 但乾隆给他的更多的是限制 简单点说 阿克敦能拥有今天这一切 完全是他自己本身能力加持之后 恰巧碰上了一位懂得欣赏他的皇帝 这个皇帝有能力没脾气 刚好符合他的秉性 所以 二人在相互利用过程中 如要是和索刚刚好能索合 优秀的臣子和皇帝 往往都是相辅相成的 如魏征和李世明 如徐达和朱元璋 如张廷玉阿克敦和雍正 虽然说 半君如半虎 但优秀的君王 往往会有那么一些带着脾气的臣子 阿克敦传奇的一生 恰巧是这三位君王 不同秉性的完美体现 有能力脾气不好的用他 但不重用他 有能力脾气好的 重用了他 能力一般 脾气不好的 最终也只让他留下了一个虚名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